測試完了,我們有非常多理 測試完了,所有資料都會放在我的官網上面 如果你想要看詳細自己比對的話 我們所有的資料都測試完畢 所有資料都會放在官方網站上面 有興趣你可以自己慢慢的比對 我們現在就... 所有的光譜儀資料會放在我的官網上面 有興趣你可以自己慢慢比對 我會把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自己比對 所有資料,所有剛剛... 剛剛所有測試的資料 我會放在我的官方網站上面 有興趣你可以自己慢慢比對 那現在我們就直接來做個結論吧 這個Rawway就是更亮,更準,更輕,更快 還有更便宜,十倍的便宜 整個就是這一個比較好 你為什麼會買Aputure呢? 我就是不知道 整個就是都比較好 唯一的致命傷就是它的風扇有點大聲 就這樣 所以你如果距離稍微遠一點 你沒有把這盞燈踢在你臉旁邊收音的話 根本沒有關係 那我們的測試 我們測試每一盞燈 那我們這兩盞燈在測試之前都熱了 這兩盞燈在測試之前 我們至少都熱燈了五分鐘 然後我把我們的距離設定 那我們把我們的距離設在 我們的燈頭到光譜儀的距離是 那我們測試距離 那我們測試的距離是 燈頭到我們光譜儀的距離是一公尺 所以我們光譜一測出來的數據 結果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 像是我們這一盞 雖然它的瓦數稍微大了一點點 是350W 跟這個Aputure是300W 但是我們多了16%的電量 就多用16%的瓦數啦 我們量了27% 所以這個發光效率是好了一些些啦 就是比起這個Aputure 如果這個100%的話 這個可以多了27%的亮度 那麼光譜 我們整個光譜的坡型呢 我們整個光譜的坡型幾乎兩盞燈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SSI就是我們看 那麼光譜的坡型呢 其實真的是 那麼光譜 我們光譜的坡型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的SSI就是我們光譜 相似程度呢 達到了97% 就是97%像啦 就是兩盞燈只差了3%的坡型形狀 那麼光譜的坡型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的SSI就是光譜的相似程度高達了97% 就是兩盞燈只差了3%的坡型形狀 所以差了10倍價格 然後坡型差了3% 什麼都可以 那麼光譜的坡型 那麼光譜的坡型幾乎是一模一樣 我們的SSI達到了97% 那麼這兩盞燈的光譜坡型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的SSI就是我們的光譜相似程度高達了97% 就是這兩盞燈只差了3% 然後價格差了10倍 那這兩盞燈的光譜坡型幾乎一 那這兩盞燈的光譜坡型幾乎一 一模一樣我們的SSI就是光譜的相似程度高達了97% 就兩盞燈只差了3% 而且這個還比較好 那這兩盞燈的光譜坡型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的SSI就是我們的光譜相似程度 那我們這兩盞燈的光譜坡型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的光譜 我們這兩盞燈的光譜坡型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的SSI公譜 這兩盞燈的光譜坡型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的SSI就是我們的光譜相似程度高達了97% 所以真的是幾乎一模一樣 那光 那色彩 那我們的色溫浮動的話 那麼色溫浮動的話當然是越低越好 我們這一盞Roway從最低亮度到最高亮度 我們的浮動只有正負50% 就是最高跟最低差了100的概念 100K的概念 那這一盞Aputure它的色溫浮動稍微大了一點點 正負73% 就是差不多正負 就是最高跟最低差了146左右 所以這一盞Roway色彩又更 所以這一盞Roway它的色彩就 會稍微稍微穩定一些比起Aputure 它的浮動可能稍微大了一點點 但 所以這一個Roway它的色彩 所以這一盞Roway它的色彩穩定程度稍微比Aputure 好了一點點 就是微乎其微的差一點點 但是就是更穩了一些一些 那我發現這一盞Roway它整體的色溫都比較偏藍 就是比較5700到5800之間 就是比較藍一點點 那這一個Aputure它差不多在5600 有可能到5700 所以它稍微是黃了一點點 但也是微乎其微啦 就是看個人喜好 也不是看個人喜好 也不是看個人喜好 就是看你的 對啊 就看個人喜好 那我發現這一盞Roway它整體的色溫都稍微偏高了一點點 就比較藍了一點點 但也沒有到差很多 那我有發現這盞Roway它整體的色溫都稍微偏藍了一點點 就是5700到5800 那這盞Aputure它其實稍微低了一點點 所以我顏色暖了一些些 5600到5700之間 但微乎其微啦 就差那100K 用Roway其實看不太出來的 那我們看到TM30 那我們看到TM30 就是我們的色彩準確程度 我們看到陽紅 這兩盞燈的陽紅顏色 都一樣有偏飽和的狀況 可能就是想要讓你的膚色看起來更紅潤 看起來更漂亮 所以這兩盞燈看起來就是想要讓你的膚色看起來更紅 所以這兩盞燈看起來就會讓你的膚色看起來更粉紅 更紅潤 但是就是不是在標準上面啦 它就是有一點更飽和 但是有一點色偏的概念 讓你的膚色看起來更好 所以是好是壞 就是看你要拍攝的主題啦